大家看这一颗是起始回生的蚊竹 前段时间叶片已经全部枯萎 但是现在长出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还有这边也长出了新芽 那么具体怎么处理呢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给它用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 因为这一颗蚊竹本身它的根系出现了问题 所以导致枯萎 给它用了三次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之后 它就开始慢慢恢复 长出了这个新芽出来 当然了像这种状态的蚊竹 我们想要它起始回生 除了使用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之外 我们还需要配合平时浇水 因为这个蚊竹对水要求比较高 一定要保证这个土芽属于一种危润的状态 不能积水不能过干 这样才能保证它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 才能让它长新芽出来 然后接着长新芽出来 那么包括平时我们养护蚊竹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的蚊竹长势不好 可以一个月给它使用一到两次这种强力生根营养叶 让它的根系更下的发达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担心蚊竹养不好的问题了 好了我们下期见